真的吗?这也太不好意思了吧? 没关系的,我们也想为神经多出点力。 再怎么说,这也是我本人造成的。 啊?发生什么事了?我们错过了什么? 两位好,就在刚才,莱斯格终于向我们坦白了一件事。 还是让我自己来说吧,我就是导致神经一系列麻烦的罪魁祸首。 莱斯格先生。 其因是,我在秘境入口处看到一个精致的水球。 她跟七岁时祖父送我的星仪十分相像。 我好奇她能不能转动,就伸手碰了那么一下。 谁知道,那就是神经的核心。 我是说,在天地旋转起来的时候,我已经发现大事不妙了。 不能全怪你,我也有保管不当的责任。 哎,早知道,就该把核心好好锁起来的。 呃,秘境的入口?难道就是那个大水球? 就是这样。 大家一番反思过后,莱斯格先生主动提议说,想为圣境做些维修和保养加固的工作。 不,但她一个人恐怕应付不来。 我和优拉决定留下来搭把手。 不不,我可没有克莱那样的善心。 我的工作内容仅限于监督,并确保这家伙不帮倒忙。 都这个时候了,有来还以为大家会相信这一套吗? 虽然暗博说过,这种时候只要复合就行。 啊,那个那个,莱斯格先生,你今天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哦。 啊,一定一定。 哼,反正不管怎么说,今天的午饭必须由莱斯格来做。 我会尽力的,请放心。 哦,不不,感谢各位不计前嫌,我一定会将这份感动化作力量。 也不对,化作,化作热量。 不错不错,但力气可要省着点用。 圣境内部很多地方都年久失修了,一定要竹相排查清楚。 一找到答应干活的人,伊迪亚的气势都跟平时不一样了。 除了这边三位,剩下的人今天就一起行动吧。 我去把其他人叫过来,我们准备一下,请早出发。 他兴致勃勃地跑开了,看起来真的很高兴。 第一次当上宫头的人或许就是如此吧。 这家伙平时不爱出门,一直待在树屋里。 不是制作舞台上需要用到的道具,就是门头写剧本。 但这家伙的树屋,是在什么地方来着? 伊迪亚姐姐不记得吗? 伊迪亚姐姐只是个吉祥物。 应该是在那个方向。 诶? 虽然也有人喜欢僻静,但既然这位导演需要搬运道具,住处就不能离剧场太远。 如果能随时看到剧场全貌,对于模拟舞台流程也会有所帮助。 试我的话,我会写那边的事物。 可你是怎么知道剧场方向的呢? 哦,这个不难。 越靠近那边,四周布置的越是热闹。 好有道理,为什么我就想不到呢? 自动机关调到哪里去了? 男演员的人形板倒是还有,可女演员的呢? 嗯?这是谁? 伊迪亚? 对,是我本人佐西摩斯,这就是戏剧性登场。 真意外,我还以为你…… 你一定躲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哭呢。 哦,神奇的小家伙,你能堵我的心吗? 我家派蒙,我可没这种神奇的本领,单纯是听到过太多次了啦。 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一致嘛,伊迪亚。 早知道我一开始就该当吉祥物的。 这种情况是不是叫做,选错路线,人生受挫? 唉…… 吉祥物?你的新角色?我没给你写过这种吧? 好了,别再谈论我的事了,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吧。 这下明白了吧?所以呢,核心龙虎的灵箭在你手上吗? 在倒是在。但就因为那个事故,舞台上的机关都出了很多差错,没有办法支持原先的演出。 我懂了,现在灵箭是人质,佐西摩斯希望我们帮你修机关。 错了,是修舞台吧。 佐西摩斯先生找不到人形本,所以是修道具吧。 修灵箭,灵箭也坏了。 如果从他的日常工作入手呢? 既然佐西摩斯先生需要写剧本,我才是修剧本。 各位到底经历了什么?为什么要把我想得那么坏? 灵箭完好无损,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。 我的本意是想先请大家帮我修复演出。 你们看,既然这里有那么多人,应该能填补演出需要的空缺。 演出?听上去好好玩。可力想帮忙,你大家都来吧。 而且,不瞒你们说,刚才我一直在想,那个剧本要怎么继续下去。 就在这时,各位出现在我眼前。 如同一道灵感之光骤然降临。 真不知道怎么说好,看见你们的时候,我突然又能继续写下去了。 诶,是说你那个卡了很久的故事?真的,真的能写下去吗? 真的?给我一点时间,我马上搞定剧本。 伊迪亚,这里就先交给你了。 他,他真的去写了? 唉,佐西摩斯一直想写个有关大道、魔女什么的故事。 据说也是取材自传闻,不过只想了个开头,一直卡着。 大家休息一会儿吧,我来看看这里有什么能准备的。 等导演写完,我们再讨论。 一个导演,一个作家,他最重要的就是灵感。 所以,在看到军师珊瑚公小姐的瞬间,我就想到了一个新角色。 加入了女主角之后,故事变得完整又流畅。 看看剧本吧,各位。 接下来,我们就要一起去完成它了。 嗯,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? 佐西摩斯哥哥,这个字要怎么念啊?什么神之锁? 我看看,是七哦,是小鸟停留在树枝上的意思。 念的时候,神态要可爱一点哦。 嗯,这个字可莉也不会念。 没关系,解散之后,我先陪可莉把台词多顺几遍。 实在是有劳卡牙先生了。 我刚才就感觉到您看起来对扮演非常有心得,难道以前做过演员吗? 哈哈,您过奖了,只是台词念的顺限而已。 哎呀,居然是这样,那您真是太有天赋了。 实不相瞒,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人选。 要是我以后能成为知名导演,真想请您与我长期合作呀。 哎呀,我们必须保持长期联系。 好说好说。 好,好,那么,劳烦各位再读读剧本,品味一下演出细节。 我得去看看舞台,先走一步。 哦,有事找我的话,我就在区域中央最大的剧场里面。 诶,不在? 我记得之前明明放在这里的。 佐西摩斯,你还在忙呀? 哦,原来是你们啊。 来,两位都凑近点,仔细看看这个舞台吧。 是由本人精心设计的。 原来导演的工作还包括设计舞台吗? 那你可得好好佩服我了。 这里的导演、编剧、舞台,都只有我一个人。 听上去好辛苦,换作伊迪亚一定受不了吧。 伊迪亚小姐也不轻松,她是我唯一一位观众。 只不过,我经常被她指责。 都是些不知道写了什么莫名其妙之类的感想。 也可能是因为我使用先程图的方式违背了她的初衷。 不过,伊迪亚固然批评了我,却也帮了我很多。 她,有点像是剧场的经纪人吧。 我很感激她,因为直到进入这里,我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导演。 在那之前呢? 梦想的话,倒是从小就有了。 每次看完演出回到家,心中就会一遍一遍重复那个故事。 久而久之,也萌生了自己的愿望。 可惜,我就只有动手能力比较强。 所以,后来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当道具师,外加从事舞台布景的工作。 亲手做出舞台是很兴奋,但自己编排演出,才最让人满足。 难怪你在告示牌上只留下了导演这个称呼呢。 哈哈,你恐怕还是会读心的吧。 对了,能再麻烦两位一件事吗? 我找不到等下要用的总剧本了。 你不是刚写完吗? 对,我刚刚把你们的部分发下去之后,带着我的总剧本到处检查,不知道丢在哪儿了。 如果不在这里的话,可能就在阁楼里吧。 写完台本后,我就去过这两个地方。 不过,舞台还要再准备一下,实在有点抽不开身,能不能拜托两位。 嗯,我们去去就来。 啊,这里有好几份剧本。 原来是小水珠一直在管理导演先生写的剧本啊。 嗯,感觉大多数都只写了一半呢。 一定得是完整的一份吧,先来看看后度,再来看看结尾。 这么多剧本里,符合要求的居然就只有一份。 而且这本看起来比较稀,应该是刚写完的。 我们把它带给佐西摩斯先生吧。 我们把剧本带回来了。 谢谢,真是帮了大忙了。 时间仓促,舞台也没办法修复到最完好的情况。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 重要的不是舞台,而是演出。 就算舞台出现了错误,只要演出能够继续进行就好。 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没有底气? 我想通了,演出本身就是意外。 就算是同一场戏,每一次演出都会有细微的区别。 那些区别,才是让它有别于其他演出的特色所在。 唉,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。 雨昕者,你能进入仙城图对吧? 实不相瞒,我的舞台其实就是用仙城图做的。 先用素材做出物件, 再把它们变成仙城图的一部分。 本来,仙城图是为了构建圣境而用。 像我这样,把各种东西变成仙城图,有点本魔倒置。 但伊迪亚小姐说,如果这就是我想做的事,她也勉强接受。 原来违背初衷是这个意思,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呢? 我想请旅行者进入仙城图的舞台,在演出中操作道具。 哎呀,理由的话…… 原来如此。 佐西摩斯一直以来又当导演,又要在台上操作道具和机关,根本忙不过来。 嗯,我知道我的能力比不上那些成熟的剧作家,但是,就算是莫名其妙,不知道在写些什么的不成熟之作,我也希望能在台下亲自看一眼。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。 太感激了,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其他人。等你们准备好了,我们立刻开始演出。 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位大盗,他生活在一处没有光芒的国度,人人都受黑暗所苦。 试人称呼我为…… 等等,卡亚先生,得正对着收音器,不然声音会偏。 啊,试人称呼我为短刀大盗,却不知我劫富济贫的一举。 哎,在这无光之处,那些阴暗中行事的家伙愈加肆无忌惮,不得不摸索前行的人们,却愈发困苦。 正在大道苦恼之时,世上突然发生了变故,一颗流星自天边划过。 旅行者,踩一下前面的一栋机关。 好啊,虽然只是瞬息,但那光芒也彻照了天地。 若我能寻得那道光,我便能照亮黑暗,那么众人就将不再受暗逸遮掩之苦。 大盗立刻追寻流星的轨迹,那颗星星不断前行,不断前行。 那个,旅行者,星星不断前行。 没想到,竟然会来到这片危险的沙漠。 眼前的沙漠本就流传许多恐怖的传说,而流星降落之处,地貌变谍,山淫陵巡。 路途艰险,好在他已下定决心。 既然已经来到此处,便没有退缩的道理。 大盗历经艰险,走入沙漠深处,可出现在沙漠中的并非流星,而是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孩。 奇怪,我明明追寻落星的轨迹来到此处。 那边的女孩,你可知道耀眼的光芒去了哪里? 女孩,如是说道。 远途的来者,您所追寻的光芒不过是瓶中之火。 但此刻星火已熄,光明远去。 瓶中之火? 是,那瓶子也是为人所赠。 于是,女孩向大道讲述了瓶子的来历。 女孩原本居住在瀑布之上的王国。 直到王朝颠覆,政权变化,她与她的族人四散而逃。 离途中的秘灵,浓雾弥漫。 更有丛生的荆棘,试图将她阻拦。 下面有机关,在处罚的时候按一下,荆棘会收到台下。 若我能寻得一盏灯,便能穿越森林。 那我就能,活下去。 手臂与足心,布满细密伤痕。 女孩忍受着痛苦徐徐向前。 路途艰险,好在她已下定决心。 既然已经来到此处,便没有退缩的道理。 目的地将近,巨大的荆棘突然横更眼前。 沉重的绝望之情,涌入女孩心间。 若有人能在此处帮助我,我愿意付出一切作为回报。 女孩真诚的愿望,被人听到。 等等等等,最后的荆棘没有做机关欸。 忘了检查那几块荆棘板子了。 按照剧情,现在要把那个板子收下去。 是的,居然露处理了,这下麻烦了。 可莉来帮忙,容易骑士姐姐接住啦。 啊,果然是蹦蹦炸弹。 女孩真诚的愿望,被人听到。 路过的蹦蹦炸弹,为她开辟了通路。 太谢谢你了,蹦蹦炸弹。 女孩得以前往密林深处,那里没有所谓的明灯,却等待着一位火红的魔女。 这里说明一下,原剧本里烧掉荆棘的正是这位魔女。 这种话最后再说啦。 魔女同情女孩的遭遇,将怀中之瓶递给了她。 然后,魔女向女孩讲述了瓶子的来历。 火红的魔女生性活泼,喜欢远行。 在绿洲休气时,她从月牙般的湖边捡到一只漂亮的瓶子。 可莉,快,到这个灯前。 来啦啦啦。 火红的魔女是能满足人愿望的了不起的魔女。 她把瓶子也变成了同样了不起的瓶子。 只不过,满足愿望的功能仅限于瓶内。 哎呀,这个瓶子呀,作为玩具还稍差一些。 但作为妻生之所,倒算是合格。 火红的魔女向瓶中吹了一口气,将瓶子变成了仅有一次的能在瓶子外实现愿望的东西。 要吹气吗?瓶子变亮了。 火光自瓶内亮起,瓶子变成了像魔女一样火红的瓶子。 火红的魔女说完故事,留下火红的瓶子便消失了。 原来是能实现愿望的瓶子,那我要离开这里,去任何人都无法找到的地方。 然后呢?那个瓶子似乎在轻轻提问。 我也不知道。 瓶中火焰熄灭了,女孩实现了仅此一次的愿望,被送至了任何人都无法靠近的沙漠之中。 来寻求流星的大道,听了整个故事,有些失望。 因为瓶子失去了能够在瓶子外实现愿望的火光。 好奇怪啊。如果我许的愿望实现了,这里本来应该是任何人都无法找到的地方。 沙漠确实很危险,但我下定决心历经苦难,最终才到达了这里。 那你取走这瓶子吧,它或许能实现你的愿望。可惜,愿望仅限于瓶内。 那就给我光吧。 于是,女孩顺应大道的意思,让瓶子里出现了光。 他们发现,光虽然只在瓶子里生成,却能透过瓶壁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。 虽然与那火光不同,没有那样炫目,但这也是了不起的光。 我取走了瓶子,那你怎么办呢? 我也不知道。 那不如,你也同我一起回去吧。 女孩儿并没有拒绝的理由,跟着大道回到了无光的国度。 她们为那里带来了光明,黑暗就此被驱散。 从此,她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。 啊,这样一来,演出应该算是顺利完成了吧。 。 终于启示姐姐。 可莉刚刚表演得还不错吧? 有没有火红大魔女的感觉呀? 哇,小可莉穿着魔女的衣服呢。 刚才看到影子的时候,就觉得宽宽的帽颜很可爱。 可莉很喜欢,谢谢佐西摩斯哥哥。 啊,不对不对,应该是谢谢导演哥哥。 导演哥哥? 哈哈,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我。 谢谢你,谢谢你。 亲爱的小魔女,我很开心。 依迪亚姐姐说,是你坏了设计图纸,还做了衣服。 她帮着修改以后可莉就能穿了,所以你很厉害。 那确实很厉害哦,依迪亚也很了不得。 也没什么了不起啦,只是在那种,完蛋了,我要参加王子的舞会,可是身上没有漂亮衣服啊的情况下,用的小手段罢了。 缝纫也是一门手艺,依迪亚小姐比自己想的能干哦。 真的? 诶,那个,我,我先走开一下,你们先聊。 依迪亚紧张又害羞地跑掉了,脸皮好薄呢。 依迪亚是个缺乏自信,又有点敏感的人。她应该不会激动到躲起来哭吧,有点担心。 别担心,我去陪陪她就好了。各位,让我先告辞一会儿。 对了,这次的演出怎么样?各位有什么评价吗? 哦,开始了开始了这个人。喂,你是真的想知道我们的感想吗? 当然啦,我可是带着充分的信心来问的。直说,请尽管直说,什么样的批评我都可以接受。 那我真的说了哦。刚开始的台词都还不错,可越到后面越普通,总觉得写这个的人已经没有好点子了。 出场人物也有点莫名其妙,没看懂为什么要这样编排。才看出一点内涵,突然这段就切掉了。 哦,对对,说得好呀,派蒙。应该说,为了致敬千叶故事级的结构,导致叙事紊乱,忘了处理道具也是扣分享。 伊迪亚姐姐不是走开了吗? 听到重要的话题,我如潮汐一般,取而复返了。 特意敢来批评我可真是辛苦你了。 嗯,不过,故事有个好结局,只有这点,只有这点我很喜欢。 是吗?我觉得我说的还不够狠呢。 伊迪亚小姐,请过来一下。 哦,好的,抱歉,试陪一会儿,你们接着骂,交给你了,派蒙。 哦,那,那我再提一个意见可以吗? 说吧,当导演的肯定要经历这一环。 结尾还是有点问题的,剧中那个女孩想法好简单,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应该说我也不知道吧。 你们想啊,她的族人还在漂泊,只追求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也太奇怪了啦。 没关系,收集批评以后才能继续进步嘛。 这次我在台下学到了很多,真是圆了一个梦。 你心态真好呀,看起来完全不受打击呢。 也不是完全不受打击,但你们说的都是实话,我也察觉到问题了。 不过我突然想起来,这份剧本是临时赶工的。 果然还是我和伊迪亚太严格了吧。 没关系,对我来说,舞台上的过程比什么都重要。 爱幻想的孩童时期,大家都会有吧,对着油灯,拿玩偶和自己剪的纸板人打来打去。 影子在墙上晃动,怎么也玩不腻。 以前那个躺在床上满嘴喊着你声词的小男孩,和现在的我,我们是同一个人,得到的本质上也是同一种快乐。 当然,是托各位的福,演出才能完成。我作为导演,还要郑重地向大家致以谢意。 别客气了,我们也挺开心的。 呵呵,请收下它吧,这是答应各位的灵箭。 是刚才演出的时候用的瓶子,可力吹气的时候还变亮了。 是啊,要猜猜看变亮的秘密吗? 里面住着一只看不见的小精灵。吹气的时候,小精灵就会睁开眼睛。 嗯……没错,就是这样。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。 哦,这里收紧一些。稍等,马上就好。 这身衣服可比我想的要时髦不少。 各位,有时间吗?特别是佐西摩斯先生。 伊迪亚小姐刚才说要帮你短暂的圆梦哦。 圆梦? 作为最初就听说你导演梦的人。她说,就算是没用的伊迪亚也可以做点什么了。 不过,我不怎么同意这句话哦。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,伊迪亚小姐不是没用的人呢。 啊……话题怎么到我身上了……各位,准备好了吗? 有请今天舞台的男主角,登登! 哇……哇……凯亚哥哥现在真的是大道啦! 我说,导演看到主演换上戏服,真的会开心吗? 只是一套样衣,快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。 别这么说,导演的心情很好揣摩吧?自己的作品有了合适人选才能化为真实,多好的事啊。 哼,既然女主演这么说,我这位男主演也要大方一点。 佐西摩斯画过不少戏服图纸,还做过几件药衣,就是尺寸不大,我帮着修改了一下,没辜负大家心中男主演的形象吧? 太合适了,伊迪亚。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好开心。 谢谢你们。原来做导演,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。 怎么样?导演恢复平静了吗? 好多了。谢谢你,伊迪亚。 哎呀……客套话就免了,既然灵剑极齐,也该和导演先生暂时道别啦。我们去流行圣境的核心,让整个圣境恢复运转吧。 可莉可以穿这套衣服去吗? 当然当然,这两套戏服留在二位那边才最合适。 太好了,凯亚哥哥也留着吧,很好看。 我同意模拟小姐的说法哦。在这个时节扮演一位与众不同的男主角,也是难得的回忆呢。 好吧,那就暂时以大盗身份到处活动好了。 导演作戏模式哥哥,再见啦。 慢走,我亲爱的朋友们。 。 接下来,你们应该要恢复圣境的核心了吧。 那就祝你们,一切顺利。 我很荣幸,能在这里遇到各位。 你们就是我最初的班底了。 谢谢,感谢你们带给我的一切。 啊,尤拉和克莱,你们已经回来了。 嗯,演出快结束的时候,我们接到了伊迪亚小姐拜托小水珠送来的消息。 就先一步到这里等各位了。 那莱斯格先生…… 他揽下了所有体力活,卖力过头了,现在在房间里睡得正香呢。 呃,有点过意不去。 就当他做的一切都是赎罪吧,做完这些才能睡个安稳觉。 本该如此,不用管他。 这样吗? 好,那我们就抓紧时间,修复流行圣境的核心吧。 这不就是我们一开始遇到小水珠的地方吗? 没错,流行圣境的核心就是最大的巨流应灯,而整个圣境就是一张最为庞大的仙城图。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由他生成出来的吗?太不可思议了。 现在就该像之前一样,利用核心的仙城图来修复它了吧。 没错,就是这样,你理解得真快。 嘿嘿,修了这么多次,再怎么也都记住了。 那开始吧,这就是最后一步。 哦,突然充满了干劲呢。 嗯,按照我之前的印象,好像有一个较小的轮子在右侧。 会不会就是这个糖果盒? 嗯,等到修复完毕,应该就可以出去了吧。 。 投下这个影子的是绳索吗? 嗯,总觉得绳索应该搭在什么东西上面,把什么连接起来。 成功了! 可是轮弧并没有转动。 灵剑回到了圣境核心,轮弧的形状也通过它们补全了。 嗯,这样就没问题了,好比伤口会慢慢愈合。 说不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,核心轮弧就会悄悄转动呢。 哦,我还以为靠伊迪亚小姐的本事,现在就能让它运转起来呢。 这……啊? 不管是圣境原本的样子,还是伊迪亚小姐深藏不露的美丽姿态,都很令人期待呢。 可烈也想看伊迪亚姐姐用魔法的样子,一定很厉害吧! 你……你们都在说什么呀?为什么小可烈都知道? 就是在说,吉祥武小姐的真身。 之前就说过,伊迪亚小姐绝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。 她有她独特的力量,我们之中也有人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哦。 军师小姐从一开始就发现了吗? 我是后来和尤拉聊天的时候才意识到的。 看上去悠闲无比的军师小姐,成了第一个察觉真相的人。 我看你也知道得挺清楚。 你们……全都知道了吗?我保证,不是有意瞒着你们的。 只是……对侮辱圣境的旅人来说,比起真身,我现在的样子要更容易亲近吧? 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想被人逃以害怕的眼神。 啊?究竟是什么呀?大家是怎么知道的? 嗯……怎么说呢? 圣境里的居民没有神之眼,我却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水元素力。 看小说的时候走了神,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。 水形幻灵能够变为各种样子,同样也能幻化成常人的模样吧。 还真是敏锐啊。 那么……就允许我重新做个自我介绍吧。 我是旧水神崩末时流亡至死的纯水精灵。我的名字叫伊迪亚。 伊迪亚姐姐好漂亮! 嗯……突然用自己的真身说话,还有点不好意思。 如此优美的身姿,就该大大方方展示出来才对。 我没有那么勇敢啦。 诶?那难道说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人…… 我猜这些水形居民的原型都已经不在此处了吧? 没错,当他们想要离开的时候,我就会把他们送到沙漠的边缘。 之前的这些零件,其实都是他们留下的礼物。 但我总会很好奇他们进来的原因, 就使用巨流硬灯塑造出了他们的愿景。 能实现愿望,但即使能实现,也只限于瓶子里。 就是这么回事! 了… 真是一抹耀眼的光芒啊! 也罢,在这片幻境里,他们永远是我的朋友。 呼呼飞车和导演先生都很有趣,可莉不会忘记的。 我也是,不会忘记这场奇幻冒险。 好了,那我也差不多该让龙虎恢复运转了。 看你的啦,像流水一样温柔的吉祥悟小姐。 好,好紧张。 不会吧,居然没有反应。 难道因为之前神经的故障导致力量不足? 完了完了,刚才大家还把我捧上了天,我也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。 嗯,给个瓶子让我藏进去吧,藏一百年。 呃,你现在就是在瓶子里了。 怎么办,这下真的没办法让大家看到神经原本的样子了。 。 其实,我有一计。 秦氏小姐。 伊迪亚小姐,如果可以的话,能将圣境核心中的圣楼玉侠借我一用吗? 好像确实听过这个名字。 请稍等。 呐,是它吧。 哇,好大的贝壳啊! 谁料玉侠被藏进了圣境核心中,宝珠也就此褪去了光芒。 诶,这是为什么呀? 假如把声音关进很深很深的房间里面,外面也会听不见对吧? 啊,明白了。贝壳太弹丸了,所以在禁闭室里。 那我也明白了,圣境的核心进来老化了,所以军师小姐才会捧着宝珠一路走进来。 言归正传,本来离开了神社的供奉,这件离器会迅速失去灵气。 但在这片圣境之内,无数人留下了自己的愿望和礼物,成为了她的贡物。 这……原来这是这么厉害的东西吗? 没错,她能够帮助伊迪亚小姐修复圣境。 可……我要怎么做? 很简单,用愿望唤醒她就好了。 比如……我的名字是珊瑚宫星海,是海祈祷的仙人神巫女。 我的愿望是,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决策,让海祈祷的大家和我真实的人,能够稍稍够的幸福,再幸福一些。 伊迪亚小姐,你的愿望是什么呢? 我的愿望……我……我的愿望是……那些曾经来到流行圣境中的旅人,不仅仅是在圣境里,也能够在圣境外实现他们真正想达成的愿望。 其实我知道,在圣境外铺就飞车的轨道,无异于痴人说梦,我知道奈门还是会回去当他的学者。 我知道佐西摩斯写故事的水平还有待提高,回到丰丹还会在这方面吃很多苦头,竹梦可没那么简单。 但是……我还是好希望……好希望他们能达成自己的愿望。 那么……就请好好使用。 这份梦想与愿望的力量吧。 …… …… 呃呃 выступ 呃呃呃呃呃 呃呃 呃呃呃 呃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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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쳐 农谷好像要恢复运转了 农谷好像要恢复运转了 农谷 快点快点 哇 伊蒂亚姐姐又变回来了 在别人的夸奖和询问里得意忘形 一口气说了好多不堪回首的话 我失去了活着的勇气 请不要这么说 明明都是很了不起的愿望 对 伊蒂亚小姐并不是在为自己许愿 而是在为别人许愿 我有些朋友也是这样 会为别人的愿望而行动 为了让他人露出笑容不懈努力 我想 这样的人才最高尚 别再夸我了 我 我真的好不习惯 好羞耻 我这种人 也能被这么多人表扬 好像做梦一样 不过 这下肾境总算恢复了 也算把那家伙欠的东西还上了吧 嗯 怎么了 可莉 可莉突然有好多好多愿望 想坐呼呼飞车 还想到大大的转轮上去看看 伊蒂亚姐姐 有没有上去的办法 有倒是有了 不过只能站上去很少的人 可莉一个人上去也不好玩 嗯 嗯 容易歧视姐姐 真的吗 那个看上去好高啊 要是一不小心掉下来怎么办 我 我是替你感到担心 没事 没事 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也好久没上去过了 好高好高 上面好漂亮 伊蒂亚姐姐 下次换凯亚哥哥他们上来吧 嘿嘿 没问题 再见 每次从大家离开圣境之后 我都会一个人到这里待一会儿 他们呀 一开始在圣境里做出各种东西的时候可开心了 可是一知道这些东西没法带出去 就会变得有些苦恼 要么不舍 要么一脸遗憾地离开 伊蒂亚姐姐会难过吗 虽然偶尔会感到寂寞 但我不难过 有些人会在离开圣境时毁掉自己创造的一切 而有些则不同 比如你们看到的那些居民 在离开圣境时 他们托我用水行幻灵模拟自己 替他们维护圣境中的造物 就像是看管他们的梦一样 哇 听起来好浪漫呀 嗯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外面过得如何 但光是想到他们有可能实现梦想 成为这个圣境中的样子 就觉得开心 仿佛我是在梦想的终点等着他们一样 呃 有吗 我只是觉得 每个梦想和愿望就像一束瓶中之光 不管你是在追寻梦想的途中 还是已经达成了梦想 只要回想起这束属于自己的光芒时 能够会心一笑 就已经足够了 可莉现在就觉得很开心 那我也算报答了当年爱丽丝女士的恩情 沙漠这地方怎么看都是乌泥汤 那我给你起个外号吧 就叫泥水精灵 哇 伊迪亚是泥水精灵 还敢笑啊 嗷一口 把你吃掉哦 虽然让你们见到了难堪的一面 但恢复运转的圣境会变得越来越热闹 大家就再好好放松一下吧 嗯 可莉想要交上所有人 大家一起坐呼呼飞车吧 珊瑚公小姐不打算把那个贝壳带回去吗 我反倒觉得 保存在伊迪亚小姐这里会更合适一些 如今的海祈祷已经有了新的宝物 人们的愿望也正慢慢被实现 不如就让她守护着这瓶中的圣境 陪伴着路过旅人们的梦想吧 如果从阿儒村走的话 就能够途经喀万亿 长纳云 绕道去须弥城 哦 原来如此 要顺路买什么东西吗 你们只管选礼物 我来负责题 只要手里拿得下 多种都没问题 哪有那么多人要送 妈妈 阿贝多哥哥 秦团长 雷泽 还有迪奥娜姐姐 穆娜姐姐 菲希儿姐姐 看我干嘛 没什么 没什么 可莉想给大家选什么样的礼物呢 要 要入落果味道的糖 还有训兽那样的大帽子 还有 还有 可莉要买很多很多故事书送给大家 但送给妈妈的礼物 可莉还没想好 没关系 边走边看 姐姐们也会帮忙的 嗯 谢谢姐姐